你看到外面甚麼? 很曬 天文台天天創紀錄 由33、34度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是中過兩次鼠 從來是很短時間 我告訴你情況會怎樣? 突然覺得靈魂飄了出來 然後覺得自己在煲滾水的身體 為何人那麼熱? 不是,沒有發燒 但人是滾的 然後突然人很輕地飛出去 然後不行了 做不到事了 然後滴滴進去 真的很害怕 第一次 第二次更壞 第二次就是拍戲 在狗場裝在洗 在烈日當空1點多時 拍拍戲 然後走上 完全沒有象徵 就倒在地上 幸好差一點就撞下去 所以 這麼熱的天氣 大家在工作時 開工 我知道很多人無可避免 都要在這麼熱的天氣開工 首先喝多點水 儘量少喝酒精、咖啡 喝多點水 穿一些疏鬆、能夠通氣 或者吸汗、揮發得快的衣服 差不多要找遮蔭的地方避 一避一會兒 稍時休息 只要有一點不舒服 你都要立刻停一停 讓我休息 不可以了 可能真的要提醫生 要求診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工作的 我早上8點前 一定在跑馬地走完步 跑完或是慢跑完 因為太熱了 如果再晚一點 就在8點已經撐不住了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在現在 或者跟著地球的氣候 全世界都是這樣 你走不知走去哪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中暑 這件事 不說多小 就是人命關天 好嗎 這是健康蛋 今天由我親身分享給大家聽 我自己兩次中暑的經驗 真的不要玩了 大家真的要小心 小心